当我们像这样将胸腔完全打开时 很难观察到两个胸膜表面之间通常存在的密封膜 为了看到这一点 我们将进行更完整的解剖 为了暴露B层胸膜 我们将从这些内间隙中移除内间肌肉 抬立在胸臂上的B层胸膜附着在内骨的内侧 覆盖肺的脏层胸膜就在它的下方滑动 当我们刺破B层胸膜时 我们打破了它和下面肺之间的密封 当空气进入胸膜腔时 不再被向外拉的肺就会慢慢地塌陷 在开放式解剖中 我们通过停止对肺部充气来产生相同的事件 即肺部塌陷 肺作为气体交换器官的功能 取决于我们吸气和呼气的能力 在这一点 肺本身是被动的 它们的形状和体积 每时每刻都符合它们所在空腔的形状和体积 当横隔膜收缩并向下移动时 当内肩肌向上和向前移动胸腔前部时 胸腔溶剂增加 肺部扩张 空气被吸入肺部 当这些运动相反时 肺部被挤压到更小的空间 空气被吐出 现在我们来看看肺血管和气管 为此我们将把心脏从画面中取出 并将肺部拉到一边 这是我们看到了肺的内侧表面 这里有很多值得一看的地方 我们先看看血管 这是主动脉 在这个标本中严重概化 它在主动脉弓的开始处被分开 这是分开的右肺动脉 进入右肺的肺门 这是左肺动脉 每侧肺动脉下方一点点是肺静脉 这里在右边 这里在左边 在所有大血管的上方和后面 是气管的下端 它向下进入主动脉弓 右侧的胸腔 这是不同标本中的相同结构 在这里我们保留了心包囊的下部 这是肺动脉和肺静脉的分叉端 回想一下我们已见过的心脏 不难想象 这里有肺动脉干及其分叉处 以及这里的左心房 如果我们将主动脉弓 从画面中取出 我们可以看到气管 从胸壳上孔向下延伸 位于胸骨上部后面 这是气管本身 其上端与环状软骨相连 它在这里结束 在那里分成两个主支气管 主支气管在进入肺部时 开始分支 首先是叶支气管 然后是断支气管 气管的不纹状外观 来自一系列C型软骨 这些软骨加强了气管壁 并使其保持开放 在它们之间 气管壁是柔软的 因此气管非常灵活 在这里 我们将气管在靠近其分叉处分开 软骨再次中止 使气管的横截面呈D型 后臂非常柔软 在结束本节之前 我们将简要介绍一下使管 在我们移除所有的心包囊的解剖中 我们可以看到使管的下端 使管在纵格的所有其他部分后面经过 到达横格膜中的使管裂孔 使管通过该裂孔进入胃 再次进入胃孔的胃孔 再次进入胃孔的缩子